你怎麼會有藍色的塑膠片? 然後想說怎麼會有藍色的塑膠片 一開始我以為是塑膠片 然後就是仔細再看發現滿地都是 就是不止一個 然後我就開始剪 然後就是一開始就剪了一袋 然後一開始剪了一袋之後 還跟旁邊的朋友討論說 這個好像是老鼠藥 然後因為老鼠藥也不是每個人都看過 一開始其他的人說看起來比較像香精蠟燭 可是後來我再仔細看 發現那個老鼠藥上面有一些 綠米的顆粒啊 就是一些苦物的顆粒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耳機 對 然後覺得這還蠻嚴重的 然後因為那個草坪蠻大的 所以我又去走到草坪的另外一邊 再去看 然後發現另外一邊也有 而且它放的位置是 它不是一顆 它是這樣散落在地上 那個顏色是很鮮豔的那種寶藍色 其實小孩子可能也會很好奇 也許會去摸不小心 我會覺得比較奇怪 因為其實衛舞營 他們有設那個鼠耳戰 我們有看過 它是一個圓形黑色的猴子 對 我知道他們的鼠耳是放在裡面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個數量 真的太多了 不是說一隻老虎就拖出來的 非常亮 對 對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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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此非本場館的安排 那目前呢 我們館方有在 釣月相關的監視露營的紀錄 查明原因當中 那暫時不排除是 小動物就是雕出鼠站 那另外我們有委託專業的清潔公司 它是使用標準的防治鼠害的設備 那我們都是把它放置在戶外的區域 那我們的鼠耳站 放置的區域呢 均有固定在戶外的石椅下方 以及土丘的隱秘處 那基本上兒童 或者是流浪貓狗以及寵物呢 都是不容易觸及的區域 仁惠 在海穿下塔 加起來 將金濱建築 1時間到瘋 3時間到瘋 了